一条风把里圈开 一路就却被意外 当待着你的呼唤 修出百变的心态 让我们牵手 寻找未知的精彩 为了这个家园 战士英雄的乞丐 小霸装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着 坐好浮温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雪仙风 不论什么时候发起警报 笑吧 哥德马上赶到 超雪仙风与你肩并肩 解决万别守护你的笑 计划就在心中 再多陷阱也不怕累 小跋车 文明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着 坐好浮温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雪仙风 高高巴 就是超雪仙风 哥德 阿力 你们看 我打得鹅卵石塔成功了 好高啊 玩得如何 孩子们 需要喝点果汁吗 这太棒了 正是我们需要的 我在湖边散步时 注意到岸边堆积了不少鹅卵石 它们的色彩也很漂亮 这 启发了我的灵感 于是 用鹅卵石作为环保建筑材料 建造了漂亮的房子 哦 真是太厉害了 呵呵呵 要去鹅卵石屋参观一下吗 咦 这里倒着一根奇怪的长管 我猜 这应该是一个螺旋运输机 这也许是用来运输这些鹅卵石的机器 你们猜对了 这是一个能运送各种各样鹅卵石的螺旋运输机 多亏它帮忙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 不过 现在作品完成了 这部螺旋运输机对我来说也没有用了 啊 路西安娜阿姨 那可以送给我吗 我想抢它改造 然后再利用起来 呵呵 当然可以 呵呵 孩子们 有空再来玩哦 再见阿姨 再见妈妈 再见 阿丽 你妈妈的鹅卵石屋好漂亮 我们可以邀请塞拉斯他们来玩呀 我们先快回基地吧 我等不及去改造螺旋运输机了 看我的 快看 又有一个浮起来了 鹅卵石浮起来了 鹅卵石为什么会浮起来呀 太神奇了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那我们拿一个过来看看 你们看 这颗鹅卵石纹理好粗糙啊 呃 好像跟普通的鹅卵石有点不太一样 艾迪 我们把它带回基地吧 塞拉斯一定可以解开鹅卵石的不成秘密 好的 哦 这里面有海藻的成分 哦 还有塑料 拱合纤等重金属物质 我得赶紧将检测结果告诉大家 我想好了 就用它给哥德做一个备用的运输机 那我来重新设计一下吧 嘿嘿 小金也要来帮忙 那我来计算一下适合哥德车厢的运输机体积 电脑程序的设定就交给我来帮忙吧 嘿嘿 伙伴们 谢谢你们 伙伴们 不好了 塞拉斯 怎么了 我知道鹅卵石不成的秘密是什么了 哦 塞拉斯 它的秘密是什么呀 秘密就是 它不是真正的鹅卵石 什么 什么 这颗石头实际上是垃圾融合物 这颗鹅卵石是由融化的塑料 泥沙 海藻 拱 钳 钳等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组成 这听上去像是垃圾的结晶 哦 可以这么说 但这些布成的鹅卵石不是来自湖里 而是大海 这片是一个与大海相连的细湖 这些甲鹅卵石或许是涨潮的时候涌进湖内的 哦 天呐 它们会对明日岛的环境产生污染 如果这些甲鹅卵石被当成建筑材料了呢 那可不行 甲鹅卵石中的重金属会使人过敏 长期接触还有可能致癌 而且这种甲鹅卵石并不坚固 你们看 它太脆弱了 如果用它来盖房子的话 很容易造成坍塌事故 我要快点告诉妈妈 超雪仙丰 我在鹅卵石窟这里 咱不知道为什么它正在坍塌 妈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被困在房子里了 出不去 斯拉斯 快救救我妈妈 嗯 大家 看来我们要用云梯车割得了 我们马上出发吧 嗯 更救各位 脑洞大开 超悬能量球集合 魔术的技术 但是我们要去 cont軌势 跟我一起去 他们人们在采设 看看我 全力中 w得你 我最帅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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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看看我 代表运动 给这一切统成了 超鞋加油 超鞋能量 能够变身 攻城云低车都能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无人机 去看看 田田 找到我妈妈的准备位置了吗 我找到了 那我们赶紧救援 田田 把定位发给哥德吧 明白 然后小金和阿丽登上云梯 去接卢西娅娜阿姨 曼妮莎 你去协助哥德 寻找合适的位置 了解 哥德 准备好了吗 没问题 交给我吧 开始行动 好 哥德 再往后推一点 好了哥德 放上降梯吧 明白 快 快快快快快 妈妈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阿丽 小金 我在这里 我怕乱动会导致房屋坍塌 妈妈 你别动 我们马上来救你 哥德 快伸长云梯 明白 快上来 妈妈 快上来 妈妈 我来帮你 哥德 放上回行机 真是好险 差点就来不及了 妈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你们 不用客气 我已经将房屋倒塌的录像 转给甜甜了 或许他们能从录像中 发现点什么 你们快看 这些鹅卵石都碎掉了 还有这里 也有鹅卵石碎掉了 碎掉的鹅卵石 跟假鹅卵石一样 表面粗糙 这些都是假鹅卵石 螺旋运输机没有筛选功能 运送食材时 假鹅卵石就被混进去了 假鹅卵石容易碎 碎掉的鹅卵石 会影响墙体的平衡性 所以房屋就倒塌下来了 等等 我没太明白 你们在说什么 妈妈 这就是不成的鹅卵石 它们是大海里的垃圾结晶 会污染环境 也会伤害生物 真的很抱歉 但是湖区 还有很多这种假鹅卵石 别担心 卢西娅娜阿姨 我们现在 就将湖里的 假鹅卵石进行回收 避免它们 制造出更多的危险 假鹅卵石太容易碎了 它们会受到外力的影响 分解成小碎片 哦 如果碎片被湖中生物雾石 就糟糕了 哦 你们看 鱼雾石的碎片 会受到感染 然后人和动物又吃掉鱼 假鹅卵石很容易 进入到生物链中 对生物带来危害 别忘了 还有植物 这些垃圾结晶 千万年都不会被降解掉 太危险了 我们快行动起来吧 现在就需要 哥德的运输车模式了 是的 哥德 我们还需要你加装气垫 来清理湖面上的 假鹅卵石 太阳要下山了 我们快完成任务吧 不然天黑就更难清理了 我有个快速收集的好主意 还记得我们的螺旋运输机吗 哥德 我们的螺旋运输机改造完成了 可是塞拉斯不是说过 螺旋运输机没有筛选的功能吗 要是把鹅卵石都推进水里 那假鹅卵石肯定会浮在水面 哥德就可以提起那些不沉的鹅卵石了 接下来我要把螺旋运输机 安装在哥德身上了 艾迪真棒 那我们快开始吧 好嘞 螺旋运输机 螺旋运输机真的太好用了 螺旋运输机的原理很简单 通过内部螺旋运动 就可以将东西提升起来 要慢点哦 哥德 行驶速度太快 有可能会将甲鹅卵石震碎 好的 不过我的车厢好像很快就要装满了 虎面上有那么多碎片吗 现在螺旋运输机的叶片斜度低 转速快 一些湖水也被提了起来 但如果加大斜度 甲鹅卵石又容易滑落下来 按照计算 车厢中百分之三十是甲鹅卵石 百分之七十都是湖水 那哥德不就要来回跑很多次 我们无法在太阳下山前完成这个任务 我试过了 重新编程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艾迪 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让我想想看 如果螺旋运输机能绿水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啊 绿水 我们可以将螺旋叶片做成漏网呀 这样就能一边提升甲鹅卵石 一边绿水了 艾迪 你真棒 我们就用3D打印机来打印新的叶片吧 我来制作新的设计图纸 绿纹孔的大小我也算好了 更换叶片 肯定需要我来帮忙啦 那么博旋运输机的自动程序 也要修改一下哦 大家别忘了我 我也要帮忙 哥德 很快就会轮到你来帮忙啦 让我们牵手 寻找未知的精彩 为了这个家园战是英雄的乞丐 小八成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坐好扶我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巢穴先锋 走 吧啦啦 吧啦吧啦 吧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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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来吧啦 嘿 来吧吧啦 你們快看 该庄后水都被滤走了 哈哈 哈 伙伴们 我们成功在日落前 将回收甲鹅卵石的任务完成了 耶 谢谢你们超学先锋 真的很抱歉 都是因为我的工作失误带来了危险 没关系啦 妈妈 而且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全结束呢 还有海边的甲鹅卵石 在等着我们呢 还有更重要的是 让人们别往海里再丢垃圾喽 说的没错 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 艾迪 打得漂亮 谢谢你帮我更新了我电脑的安全系统 但 我的新密码是多少呢 没有密码的 我想弄一个黑客怎样的无法进入的系统 所以就用了耳闻回声技术 什么是耳闻回声 就是电脑发出一段超声波到你的耳朵上 当超声波碰到了你的耳朵后 会弹回对你耳朵结构的信息到电脑中 看到球是怎么在适当的角度 从甜甜的手提电脑那摊回到桌上的了吧 超声波也是同样的原理 等等 等等 你们在说什么波和声波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平时听见的声音都是由于震动发出的声波来传播的 但是人耳能听见的声波频率是有限的 当声源的震动频率特别快 超过了我们能听见的频率范围时 发出的就是超声波了 我知道了 因为每个人的耳朵形状不一样 所以回声也会有不同 没错 所以现在只有甜甜自己的回声才能打开他的电脑 哇 好酷 谢了 二弟 不用客气 我爸没 我也有麻烦 对不起 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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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把所有水果都咬了一遍吗 不 不是我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把果园里所有的水果都咬成这样了 什么情况 他们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不管的话 所有的水果都会遭殃 伙伴们 是超悬先锋出动的时候了 各向各位 脑洞大开 超悬能量球集合 vicious linear 代表科学 technology 代表技术 engineering 代表工程 art 代表技术 mathematics 代表数学 体力 代表运动 这一切总成了 超悬糕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就是昨晚 不知道是些什么闯了进来 咬坏了果园的水果 我们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办 果园地上一点痕迹都没有 洒水器把地弄得这么湿 应该会留下脚印才对啊 我也真的搞不懂 所以还要麻烦你们 在其他水果遭殃之前 帮我找出罪魁祸首 我想到一个主意 我们可以用激光把果园围起来 那样不管什么时候 无论是什么袭击果园 只要碰到那些激光 就会触发警报器和监控器 在那之后 我们可以利用全西图 把他们吓跑 太棒了 我们可以利用洒水器 然后在水器上投射一个稻草人 我来算一下 得需要多少激光线 才能为祝国园 我要设计出 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稻草人 不可以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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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伴们 你们都弄好了吗 完成了 我们已经把整个果园围住了 稻草人霸道 好戏要开始了 我来扮演入军者 好可怕 快走 抱歉了 这是大师之作呀 这么浮夸 一定可以下到入侵者的 明早就知道结果如何了 昨晚水果又被咬了 而且警报根本就没响过 洒水器晚上根本没有启动过 一直到今天早上规定的洒水时间 才开始运作 奇怪 装置运作正常啊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先回总部 再想办法 小金 快走吧 我想待在这儿 帮忙收拾水果 帮忙收拾水果 待会儿见 嗯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有动静 是蝙蝠 难道这树上全是蝙蝠 是蝙蝠 怎么会是蝙蝠呢 我小时候 好吧 够小的时候 一群蝙蝠 只真的朝我脸飞了过来 那些蝙蝠 缠着我的头发不放 几周之后 我还是总觉得 头上有蝙蝠 攒着我的头发 那里有上百只蝙蝠 不 可能有上千只 至少我们现在知道 防护为什么不起作用了 这些防护是装在地面的 不能防范天上来的蝙蝠 嗯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铺网 铺网 不错的注意 但 那我们覆盖的范围就很大了 我知道上哪儿找网了 但是 想要哥德的帮忙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谢谢 真的很感谢你们这鱼网给我们 我们很开心能帮上忙 要不是你们载我到沙洲收网 我们所有的鱼 估计都要腐烂了呀 再见 谢谢 怎么了 哥德 你们快看 他被困住了 别害怕 小家伙 可怜的小兔子也被困住了 这样不行 这样会伤害其他动物的 我觉得 我们要把鱼网拆下来了 然后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比如 我们得研究一下蝙蝠 蝙蝠在黑暗中看不清东西 它们都是用超声波 来辨别方向和捕食的 那这位小机灵 有什么主意了吧 真是把我拦住了 我也是 除非 超声波会和球一样 在表面反弹 对不对 蝙蝠用的也是超声波呀 就跟艾迪在你电脑安装的 耳闻回声一样 蝙蝠发出的超声波 在撞到物体时 会反弹回去 这样 它们就能够根据回声 在黑暗中辨别方向 然后找到食物 我们要做的 就是发出和它们频率一样的超声波 去扰乱蝙蝠的回声定位 嗯 好主意 很好 那我来算算 看我们需要的范围和频率 我来设计音速投影仪 然后 我会根据它们的频率 调整出一个 迷你超声波发射器 这次最好可以成功 我不想再看到那些蝙蝠了 我们也不能让超声波发射器工作太久 高强度的超声波持续作用于人体的话 是有害的 好了 我们行动吧 超声波 能量 能量 能量变身 工程 你瞧瞧得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万妮少 你确定 灯杆够高吗 嗯 我检查了三次 超声波可以覆盖整个果园 虽然我们听不到 但是蝙蝠可以 让我来吧 看到 蝙蝠的时候 记得提醒我 明白了 嗨 哥德 我们开始吧 明白了 他们过来了 我可以的 我真的 真的好讨厌这些蝙蝠 我准备好了 就等着连接设备了 完成 尝 真的好讨厌这些蝙蝠啊 你们看 走喽 就是潮水险风 嘿 狗狗 Boss 嘿 狗狗 Boss And Teams 3 天天 成功了 小伙伴们 我们真的 成功了 嗯 呃 哈哈 啊 啊 呃 呃 蝙蝠 啊 这里有只受伤的小蝙蝠 别害怕 我来帮你 小心 别碰它 嗯 蝙蝠身上有很多病毒 这些病毒会给人类带来危害 所以 你没有做好防护措施的话 哦 千万别摸它呀 哦 哦 啊 它真可爱 可不是嘛 等它翅膀一好 我们就把它放生 嗯 说不定 它会回来看我们呢 希望如此 只要它不靠近我的头子就行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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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